嗨 大家好 我是阿云 欢迎大家来到阿云网视这个频道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主机 什么是VPS 什么是云服务器 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右下角点个赞 并订阅阿云网视这个频道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给大家分享我加入了VLC Affiliate这个英文社区 还有属于自己的利息网站 当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利息网站进行网上赚钱 现在网上赚钱是在国外 在国外是很多人都在做 在国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做 如果你关注一些那个站长群 其实他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 好了 今天我就回到正题 那么我们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怎样选择服务器呢 尤其是一个新手 应该看看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关于虚拟主机 云服务器 还有VPS方面的知识 这几张PPT啊 是我下午的时候抽时间做的 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 虚拟主机云服务器 还有VPS 对于虚拟主机来说呢 它的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叫做 virtualhost 云服务器呢 当然就是cloud server 还有VPS呢叫 virtualprivate server 其实它们三者的用途 大部分都是可以用于建立网站 包括一个图片存储 还有大家就是 看油管的时候 可能要使用科学上网的工具 然后你就可以用它 用VPS 包括云服务器来建立一个VPN server 就是说你可以搭建一个科学上网的服务器 当然今天这个关于科学上网不是本视频的主题啊 好了 在网上赚钱的话 那么你必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利息网站 那么建立一个利息网站的话 针对新手来说啊 强烈建议你选择虚拟主机啊 如果你是一个老手的话 那么你肯定对于网站的建设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的 你可以选择虚拟主机VPS 甚至云服务器 这就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需求了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啊 你从一个虚拟主机入手的话 它投入的成本啊 是比较小的 因为国外的 wordpress的主机啊 就是wordpress的主机的话 它是比较便宜的一个月呢 大概应该就是有两美元左右的啊 也就是大换算过来就是十多块钱人民币 每个月的花销它并不是很大 当你熟悉了整套啊 就是网站的一个建设流程之后啊 那么你可以啊 将你的网站 搬家迁移到VPS或者是云服务器啊 因为虚拟主机它有一个缺陷就是说 随着你网站的访问量啊 就是说你网站的访问人数啊 流量增大的时候 那么虚拟主机有可能啊 会出现一个性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你的主机服务商跟你说 哎 我这个我给你提供的主机 可以支持10万的访问量那种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啊 但是嗯 总的来说吧 反正就是一句话 你的那个访问量比较多的时候啊 那肯定是比较花钱的 好了 那么对于老鼠来说哈 其实大部分做国外网站的 它建立网站啊 都是使用的是wordpress 因为wordpress 它是全球最流行的CMS程序 那么对于新手选择wordpress的虚拟主机的话 有哪些选择呢啊 我首先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VLC Affiliate它的主机啊 它的主机有以下的优势啊 第一个啊 它可以建立25个顶级的网站 第二 它还有25个二级域名的网站也是免费给你的 总共来说 你可以建立50个网站 第三 它提供了JAX关键字工具 还有Site Comments啊 就是网站评论的工具 如果你是做国外网站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工具的话 它就可以让VLC Affiliate社区成员给你提供高质量的一个评论 第五 它还包含了一系列的工具 我今天不可能全部给你介绍完 VLC Affiliate后面我会专门出一系列的视频给大家介绍 怎样的成为VLC Affiliate的会员呢 我会把那个一个注册的链接搁在视频的下方啊 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你使用它的那个主机啊 它的一个会员在频率的价格 它是359美金啊 如果你在黑色星期五成为它的会员的话 只需要299美金 总的来说 黑色星期五是一个很划算的 就是说它给的会员就是比较实惠 不像国内的双十一啊 有些商家他就把价格给你提上来 然后再给你优惠 就是VLC Affiliate它是实实在在的给你的一个实惠 你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啊 成为它的会员的话 可以想知道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 VLC Affiliate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你只管运营好你的网站 技术上的事情啊 交给WA来搞定啊 WA是VLC Affiliate 它的一个简称 呃 如果你对VLC Affiliate 它的主机的话 呃 就是预算不算充足的话 那么你可以选择啊 呃 就十个主机啊 我会把这个网址的链接 链接隔也同时隔着在视频的下方 待会儿呃 你可以从那里 呃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啊 就可以打开这篇文章 可以找到 哎这是呃 哪十家啊 公司提供的一个虚拟主机 好了 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喜欢国外的一个VPS的话啊 那么 主流的 就是说在国内的小伙伴 他用的比较多的啊 就是班瓦工 还有这个啊 这个怎么发音的 我并不是很清楚 还有这个家伙啊 还有这两个啊 其实这几个我都在使用啊 呃 在我的网站上 呃提供了一个专题啊 呃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啊 进去访问 就是国外最便宜的一个VPS 他们最便宜的啊 就是这个提供的啊 最低的价格是南天五美金一个月 啊 我们在那个建站的时候 然后 还说那句话 强烈建议小伙伴们 啊 使用虚拟主机啊 因为虚拟主机的话 他比较省事啊 对于你 精力不是很充足 然后又不想去学习 呃 各种各样的命令知识的话 那么虚拟主机啊 啊 就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 在这里的话 我强力给大家推荐的啊 就是VLC 这个主机 啊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看啊 啊 这个VLC 他这个主机 啊 我们可以 通过webberset 啊 进行一个创建 在webberset 啊 这个里巴 他弹出一个菜单 给你提供了一个叫 site manager site manager 那一个小菜单 你可以点击进去啊 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地方 你可以点击创建一个网站 直接点击啊 build a new new website 就可以创建一个网站 一个是一个免费域名 也就是说啊 VLC affiliate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二句域名 这个地方 你可以创建二十五个 还有一个是啊 如果你已经有域名了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创建 啊 属于自己的一个例行网站啊 这个就是 webberset affiliate 他的一个后台啊 就是通过site manager 啊 我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网站 这里他提供了三个按钮啊 分别是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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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怎样子创建一个网站啊 因为 如果是要给大家演示的话 那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后面的话 会出一系列的视频 教大家 怎样在 VLC affiliate上面进行一个实战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云服务器啊 呃 云服务器的话 目前的就是主流的云服务器 大家都知道啊 国外的 比如说 亚马逊云 谷歌云 还有微软的云啊 啊 在国内的话 呃 我们可选择的应该是 有阿里云 腾讯云 还有百度 以及 呃 西部数码这些啊 呃 总的来说 云服务器呢 呃 它其实跟VPS 呃 相差无几 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云服务器可以 给你给你动态的调节 你需要的资源 就是说 换句话说 就是说你的一个服务器 他的资源不够的时候啊 他可以给你动态的给你增加 呃 呃 我们在使用云服务器的时候啊 他是和VPS 相差无几的 VPS 和云服务器 他们 都是需要你懂一定的计算机的知识 如果你是用于建站的话啊 其实 不管你是建站还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 都是需要你熟悉一些基本的计算机 呃 知识啊 呃 不然的话 你连怎么对云服务器或者VPS 进行一个远程连接 你有可能都搞不清楚 这方面的内容的话 哎 我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提供了 其实在我的网站上哈 有基本的一个啊 VPS的一个使用的命令 给大家提点一下哈 不管是云服务器还是VPS 我们都可以通过安装 宝塔 来实现可视化的一个管理啊 好了呃 关于 虚拟主机 云服务器 还有VPS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哈 今天就到这里 呃 下期的节目啊 我会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搭建一个科学上网的一个 服务器的话 该怎么做啊 那么 呃 如果你对下期节目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 订阅阿云网视 啊 并把旁边那个小铃铛给开启啊 ok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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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